砂石車硬闖平交道卡住 駕駛進汽車不見蹤影 泰魯閣號煞車不及迎面撞上 機車長堅守崗位 英勇殉職 卻遭認定落跑 給予刺登覆恤 妻子不滿 耗費兩年的時間奔脫 只未平反 丈夫清白 歡迎來到紅色封鎖線 我是蔡炳宏 講到列車出軌撞擊意外 大家腦中聯想的肯定都是 2021年4月的泰魯閣號 出軌意外 但我今天要講的是 發生在2012年1月17號 桃園縣楊梅的 浦星平交道事故 同樣也是撞擊到 軌道上的車輛 同樣也是泰魯閣號 而在背後 同樣也是英雄的故事 但我們得厘清 一切的事發結果 平交道柵欄已經慢慢放下 一輛砂石車卻還是 闖定平交道 沒想到放下了柵欄 卻剛好卡在車頭和車身之間 砂石車被迫停在鐵軌上 停頓不過才十幾秒的時間 高速行使的泰魯閣號 就直接衝撞砂石車 原來這輛砂石車要進入 幸福水泥補星廠 因為廠區的入口就在 平交道的後方10公尺處 它想搶在柵欄放下前 闖越平交道 沒想到硬闖後 前後方柵欄全部降下 進退兩難的砂石車 就這樣被卡在正中央 當時從彰化田中準備開往花蓮的 台鐵278次泰魯閣列車 正準備要通過平交道 但映入機車掌 蔡崇輝眼簾的 確實阻擋在平交道上的砂石車 他馬上拉下私人罰 設法要煞住列車 但緩衝距離太短 列車仍然一面撞上 整列泰魯閣列車 就這樣拖行著砂石車的後車斗 將近300公尺 一路撞進了補星車站月台才停止 前三階車廂完全脫軌 鐵軌電車線桿斷裂成兩階 撞擊力道相當猛烈 就第一台先過 然後第二台接著過 來不及了 大人一方就好 卡在中間啊 那你有聽到什麼聲音嗎 有聽到... 進去之後我就只有聽到蹦一聲而已啊 那有什麼 呃...像爆胎一樣啊 暈眩然後就醒來 那撞擊力道有多大呢 應該蠻大的啦 不過其實沒什麼記憶啦 撞擊的過程沒什麼記憶啦 你那時候就在那個列車廂市對不對 對對對 這大概是第一節還是... 就是跟司機後面的那一節車廂 列車長平安無事 只是嘴巴上有些擦錯傷 列車上的乘客多達二十幾人受傷 幸好全部都沒有生命危險 那麼造成這次事故的砂石車駕駛 彭泳莊呢 事故發生後 他人間蒸發了一個多小時 最終仍然被警方給逮捕 事故發生了手機卡丁的檔案 直接表示說 他沒有從停交道 是渣男機操作的問題 因為在第一次到第二次 是彭泳莊在第一時間 竟然選擇去跑去硬搬柵欄 而不是按下緊急按鈕才會釀貨 最高法院以業務過失致死 判處彭泳莊兩年六個月的徒刑定業 至於民事賠償責任 他得和多順同運公司 連帶賠償台鐵 新台幣2.1億元的巨額賠償 至於家屬部分 也得賠償超過三百萬元 但畫面轉到列車頭 這個結構嚴重變形 更不用說還堅守在駕駛室的蔡崇輝了 當救難人員發現他的時候 蔡崇輝倒握在扭曲的駕駛室 唯獨缺少了左小腿 原來遭到強烈撞擊後 蔡崇輝整個人被撕裂 但左小腿還在駕駛座上 意味著直到最後一刻 他仍然堅守崗位 英勇迅使得他 保住了列車上所有乘客的性命 當時蔡崇輝所駕駛的 泰魯格號的時速高達120公里 如果要完成煞車 至少要650公尺的煞車距離 不過他看到煞車車的時候 已經只剩下200公尺 但是他選擇 拉下煞車系統 卻已經跑不了命 根本來不及跑 那個瞬間太快了 他根本來不及跑 所以他的腳在這邊 還在座位上 他的身體已經到後面了 重回事故現場 泰魯格號駕駛蔡崇輝的太太 再也忍不住悲傷 不停流淚 兒子抱著爸爸骨灰 強忍悲痛 家人心中的好爸爸 好丈夫再也回不來了 來這裡要把你捐火 把我們交換器 我沒有想到這次真的不能團聚 現在他的節日越慢 我只能說他很靜止 而且對家裡也蠻照顧的 也蠻負責的 因為他工作 所以時間比較不穩定 所以很少帶我們去玩 然後我都會很珍惜 他帶我們去玩的時間 我幫你發現我會好好照顧媽媽 然後撐起這個家 51歲的機車長蔡崇輝 在1988年進入了台鐵 從維修列車的技術助理 一路升任到了機車長 認真負責他 總共15年的行車規章測驗成績 有11年是滿分 技術測驗43年滿分 在1997年1998年 更獲得榮譽成務員的最高肯定 也因為優異的表現 被提拔為訓練新進司機員的教導員 是同仁心目中的楷模 這是張茂體育段最優秀的司機員 他的為人都很衰核 熱心工作 他都是教導師傅 新進人員都是他在教導的 那他開過哪些列車呢 他開過最高級的自家號泰國駱 他是原老級的 我悲傷啊 怎麼說 我是8點55分接到命令 然後馬上處理 後悉問題 蔡崇輝英功殉職 是第一個覆蓋台鐵榮譽陸旗 是第一個提報入寺中列詞的機車長 這樣一位英雄的機車長殉職 任誰都會感到惋惜 但諷刺的是他也是台鐵第一個 用生命救人卻被政府質疑的悲劇英雄 原來家屬和台鐵極力替蔡崇輝 爭取最高等級的冒險氾濫 加起50%的撫恤 但權序部卻認為蔡崇輝當時是想要逃離現場 而且也沒有證據能夠證明 到底蔡崇輝有沒有堅守崗位 頂多屬於C級的執行職務發生危險 只願意加起25% 走小腿是在駕駛艙發現的 難道這樣子不能證明嗎 條件定得很清楚 非常的具體 不可能在電動中期 他要爭取的是第一期 我們現在給他第二期 也許對坐在辦公室看報紙的高官們 這樣實不夠是貪得無厭的家屬 想要多拗一點錢 但人已經沒了 錢又有何意義 但丈夫明明堅守崗位 卻要被說成是逃離現場 蔡崇輝留給遺族英勇救人的情操 一瞬間變了知 妻子不願忍氣吞聲 因為這是他們得極力捍衛的價值 請權序部還給我先生應有的榮耀 你要的不是那 我要的不是在乎那幾% 因為他曾經託夢給我 叫我幫他討公道 是 他說真的我對鐵路我都不熟 所以一些資料都是我四處去收緊 四處去拜託人家給我 而且證人也拜託 四處拜託他出庭 但是權序部也是開庭都是第一句話 你有當長看到他操作嗎 現在這個案子已經走到司法途徑 那我想我們還尊重司法途徑 根據司法判斷我們去做處理 家屬不滿權序部的認定 提出行政訴訟卻敗訴 這不僅讓家屬心碎 也讓同事台鐵人的同仁們 再也撐不住氣 為什麼我們國家 一直要家屬主政 要我去證明說我先生是 堅守趕會還是要逃離現場 權序部你竟然一個駁回 跟華燕一個判決 對我司機嫣 對我蔡機嫣 是一個人格上 相當大一個侮辱 我要講 跟別人是合一 對不對 我們非常的不滿 今天對遺族他們請何以堪 包括我們交通部在內 都全力支持 所謂的冒險犯難這些事情 這是無可置疑的 而即使行政訴訟敗訴 蔡崇薇的妻子 仍然不斷四處的奔波 只為能夠幫丈夫討回 屬於他的公道 終於 皇天不復苦心人 2014年1月16號 意外的兩週年前夕 全序部大翻案 重新認定蔡崇薇 符合冒險犯難 因公輔恤的條件 蔡崇薇的榮耀 家屬的遺憾 終於獲得平反 你手交代的事 我有做到了 謝謝 火車鳴笛五秒 代表遲來的正義 只是蔡崇薇的妻子 兩年來 用一個小女子的力量 對抗整個政府機關 就算最後幫丈夫平反 卻早已心力絞存 所有的一切辛苦 都有 都得到 得到五秒 把現在的榮耀 以尊嚴追回 追討回來了 而在全序部翻案的隔天 也就是意外發生的兩週年 台鐵全線列車駕駛 自發性的串聯 在當天的十點 全國同步鳴笛 對蔡崇薇的英勇情操 致上了最高的精英 全開五十輛火車鳴笛五秒 不只追思 更為了還原蔡崇薇 在撞擊期的最後五點五秒 經手趕位並未逃走 正義也許會遲到 但從不缺席 只是這樣的正義 似乎來得太慢 太減刑了 一名捨身救命的台鐵英雄 竟然淪落到被政府 認為是臨陣脫逃的懦夫 幸好最終獲得平反 撥回蔡崇薇以及家屬 應有的尊重 以上是今天的故事內容 歡迎有想法的觀眾們 一起在底下留言討論 我是蔡炳宏 我們下次見